最近娱乐圈可真是热闹呀 大家都在议论纷纷 说张碧晨花钱买冠军了 这不仅让他的声誉受到了严重损害 还牵扯到了好声音 这个音乐选秀节目和其他明星 比如那音和华晨宇 虽然目前还没有确凿的证据 但这些指控引发了人们对娱乐产业的深思 咱们先回顾一下张碧晨的背景吧 他生在一个富豪家庭 爸妈都是事业有成的大佬 可他从小就有个大梦想 那就是要当歌手 于是他毅然决然地跑去韩国当练习生 你知道吗 那可是需要花大钱的培训费啊 其实 他的爸爸暗中资助了他的韩国培训 娱乐圈里好像也没啥新鲜事 或许是因为他小的时候就展现出了音乐天赋 家人也挺愿意支持他的梦想的 可是问题来了 娱乐圈里有多少人跟张碧晨一样有钱 能自己资助自己啊 是不是只有有钱人才有机会成功呀 如果一个艺人家庭背景富裕 别人是不是就以为他是花钱买冠军呢 这个问题牵扯到了这个行业的公平和透明度 然后咱们再说说好声音这个选秀节目 最近几年里 他可是被爆出了好多黑幕和潜规则 有人爆料说 有一位当红女歌手竟然花了三千万买下了节目的冠军 这是一出 大家都开始猜测不已 不过嘞到现在位置还没个确凿的证据证明这个女歌手的身份 但是这也引发了一个问题 娱乐圈里是不是真的存在着明星买卖的现象呢 他们是不是用钱来换取成功的机会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这些明星的成就是不是应该被质疑一下呀 嗯 在这样的背景下 张碧晨被指控成为花钱买冠军的人之一 虽然目前还没有确凿的证据来支持这个指控 但是和他的家庭背景和早年经历倒是挺吻合的 这可让人们开始怀疑起他是不是也用了类似的手段来成功呢 但是呢 得提醒大家 要指责一个一人花钱买冠军可得有更多的证据 免得不公平地损害别人的声誉哦 还有啦 纳英也成了焦点人物呢 他在张碧晨和魏雪曼的比赛中选择支持了张碧晨 评价时还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样子 这就让人们开始猜测 纳英是不是受到了内部的潜规则的影响 我们可不能忽视纳英多年来在音乐界的贡献和声誉 他的评价可能只是出自他的个人情感 并没有其他什么因素 这件事再次提醒我们 不能随随便便地质疑明星的决策 要给予他们公平的机会和尊重 还有华晨宇 他也因为跟张碧晨扯上关系被波及了 虽然他的音乐风格可不一般 但是并不代表他的成功就是因为背后有资本的支持 你知道吗 音乐这东西是主观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品位和喜好 所以对他的音乐有没有吸引力 这种话题因人而异呀 把他的成功简单的归因于潜规则或金主 可是太过简单化了 娱乐圈可是挺复杂的哦 最后嘛 咱们再来聊聊张碧晨本人 虽然有好多黑料爆出 说他有金主在背后帮他推波助澜 还有什么疑似不雅视频泄露 但是你得知道 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 咱们可不能轻易下结论 显而易见 这肯定是有人在恶意造谣 诋毁张碧晨 指责一个艺人花钱买冠军可是大事 得有充分的调查和证据来支持啊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要遵循法制原则 可不能随便定罪 如果真有不正当行为 相关当事人就得接受法律的制裁啊 总结一下嘛 娱乐圈内部的黑幕和钱规则 这问题可是挺复杂敏感的呢 我们不能凭空猜测 得靠证据和合法途径来解决这些问题 对于涉及到的明星 我们应该给予他们公平的对待和尊重 别随便质疑他们的动机和成功 最终嘛 只有透明和公平的娱乐产业 才能够培养出更多真正有音乐才华的艺术家 娜英 这位音乐界的不朽传奇 最近似乎风头不如往日 因为身体原因 先是取消了音乐节的表演 接着又宣布延期了演唱会 而与此同时 关于他的财产状况也逐渐浮出水面 虽然娜英近期遭遇了不少非议 比如刀狼新歌事件 还有雨昊声音的麻烦 但从一个经济角度来看 这些困扰似乎都不值一提 因为深入了解娜英的资产状况后 您会发现她早已是个前生前的投资高手 初到35年 娜英不仅赢得了无数音乐奖项 还在投资领域表现出色 早在2004年 一篇报道就揭露了娜英的演出收入约有4800万 唱片版设1300万 代言费100万 片酬200万 这些数字在当时可谓是惊人 从房产来看 娜英也是一个购房高手 早在2006年 她的北京购房地图就一度曝光 而最新买的那套东山树更是花费了3000万 如果你细看娜英的其他房产 如嘉陵花园 惠谷根源 罗马花园等 每一处都价值不菲 娜英的消费观念也同样引人注目 她是中国第一位拿下保时捷越野车的艺人 并且拥有数款爱马仕博金包 不仅如此 娜英在时尚方面也从不落后 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展示自己的豪华装束和名牌手表 除了住 行 衣 娜英也在其他领域展现了自己的商业智慧 她和姐姐共同经营过多家餐厅 并与王妃共同开办了一家理发店 而除此之外 她还与老公一起加盟了一家高尔夫把餐厅 严严 娜英的商业帝国并非只限于这些 她还推出了自己的限量音乐花草茶 并在服装领域进行了尝试 与李静 蒋文立 梁静 戴军等人合作后 娜英也成了新创投的合伙人 当然 赘切的成就都基于娜英在音乐界的成功 但她的成功并没有让她停下脚步 相反 她一直在寻找新的商业机会 比如出资800万与汪峰一起投资了一家游戏公司 如果说娜英的投资眼光和经商材质恋人印象深刻 那么她在娱乐圈的影响力更是无可争议 尽管近期因为各种原因而暂时退出了公众视野 但娜英依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商业巨头 有网友可能会问 娜英为什么会受到如此多的非议和负面新闻的困扰 答案或许就在于她的成功和影响力 成功往往会招来嫉妒和非议 但这并不能抹去娜英在多个领域取得的显著成就 阎人 近期的一系列风波 包括好声音的争议和自身健康问题 似乎让娜英陷入了困境 不过 她多年来的财富积累和投资眼光 所以让她在这个时候更加从容 娜英或许是一名歌手 但她更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和投资者 她的前生前策略不仅在歌唱事业上 也在商业投资上表现出色 在这样的背景下 娜英目前的避风港状态或许是明智的 因为不论是好声音的争议还是自身的健康问题 都不足以影响她多年来累积的财富和口碑 在这一系列风波中状态或许多年来